露營區內一頂白色帳篷四周圍起了封鎖線 因為這裡發現其死亡意外 25號桃源一名羅姓婦人 帶著一對年約12歲的雙胞胎女兒 前往新竹縣兼十鄉露營 因為山區露營後氣溫瞬間下降 一家三口一次太冷就把碳盆拿到帳篷內取暖 26號露營區老闆發現一家人 一直都沒有外出活動以及吃飯 和其他遊客一起打開帳篷查看後 三人疑似因為一氧化碳中毒昏迷 其中他已經明顯死亡兩名女兒 搶救後恢復意識 許多遊客露營時都會自備取暖用品 只是要特別注意 在帳篷內加熱時 一定要保持通風 避免液氧化碳中毒 取暖氣去擺放位置也不能接觸帳篷 或是其他液燃物品 避免引發火災 另外陶瓷勤暖如算不耗氧 但還是需要保持通風 無論露營或者居家取暖都必須提高警覺 避免發生中毒意外 這起液氧化碳中毒造成母女天人永隔 根據平民媒體報導 兩名女兒表示 當時因為天氣太冷 才將碳盆拿到帳篷內取暖 雖然一度覺得有疑慮 但沒想到會這麼嚴重 詳細事故原因 警方還在調查釐清中